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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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赐柱的地方 她给我看过两样东西 她告诉我说 那两样东西 是她娘最珍贵的东西 一样 就是一件跟这画中女子 所穿的衣服很相似的一件衣服 还有一样 就是一把琵琶 这件事情 让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今天 我才敢这么冒昧地拜访你 没想到 让我猜中了 原来如此 天意 真是天意啊 伯母 这么说 天赐 就是公公的孩子是吗 与其 天赐是我李巧梅的孩子 他和赵家 没有任何关系 是 是 是 位 是 姐夫 什么啊 你们猜 李伯母说 当年他很想走 不想和您再见面 后来他去了普陀山 投靠在一座庙宇里 在那儿住了好长一段日子 直到最近才下山 那个孩子呢 现在应该跟天羽差不多大了 他还好吗 他很好 据李伯母所说 他跟李伯母心 李伯母 名叫 叫天赐 天赐 他跟赵家没有任何关系 他孩子恨我 还胜 他后来改家了 据我所知 李伯母没有改家 可是 还也深知 李伯母说 他暂时不想见您 为什么 我很理解李伯母的想法 他是为了天赐想 毕竟这二十多年 天赐都没有在父亲身边过 一下子让他接受您 这恐怕很难 我明白 我也没敢奢望他们能够接受我 我能理解他的苦心 只不过 李琪 无论如何 尽快安排我跟他见面 我真的很想见见他 我了解爹 我会尽快安排的 我下去了爹 我真是想吴架 爹 小李琪 你还能够接着 我还能够接着 老师 你不能够接着 你还能够接着 他 你听娘的话 千万不要那么做 为什么不行呢 娘 难道我就必须屈辱地忍下 她对我所做的一切吗 娘 不管任何人在劝我 我都不可能放手 在对赵家复仇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告诉过我自己 对赵家的复仇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娘 就算您再阻止我 我还是要干下去的 娘 伯母 娘 娘 为什么会这样 老天爷 为什么会这样啊 太轻松了 那你能不能落魅仇 cre sebagai 天下 主兵 在这左边 李小爷 听说老爷县少爷 跟镇上最有名的 跟镇上最有名的 那不是 王继钱庄的千金 令你们亲事 等少爷一回来马上就完婚 看来赵家马上就要办喜事了 真的 是啊 那太好了 娘 进来 娘 刚才您老人家什么都没有吃 莉莉派人给您熬了点莲子粥 娘 您趁着喝了吧 娘 儿子对不起你 没什么 娘 我对赵家复仇的事您好像很反感 您认识赵家的人吗 天赐 娘出身贫穷 年轻的时候 赵如海 赵老爷救过娘 出钱葬了你的外公 天赐 你就看在她对我们有恩的份上 放手吧 娘 是 这件事我会好好考虑的 您就不要再操心了 我走了 吃完东西您赶紧休息 我走了 你还不讲话了 你还不讲话了 我哥就是和他们家的天日露 才死的 害人哪 我哥 约了话 让一让 让一让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嘛 各位 各位请听我说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为警示的调查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天日露上市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过去买的人影很多 所以我敢保证 绝对不是天鱼露产品 本身出了问题 王八蛋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不愿意负责任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现在事情的来龙去脉 还没调查清楚 只要调查清楚 确实是天鱼露产品 出了问题 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绝对不会逃避责任的 别冒哭口子假慈悲了 你们这些生意人 那个不是为了赚钱 而不择手段 谁知道我哥哥 喝了你们的天鱼露之后 这一命呜呼了 谁知道我哥哥 我疼死你 谁知道我哥哥 就是咱里有血了 老爺 你看他怎么办呢 陈小贵 快扶他进去 紧带不过来 快 谁知道我哥哥 就是他们的天鱼露 帮我哥哥死的 各位 请你们冷静地听我说 我们薛河茶庄是百年老店 我们一下子同搜无亲 诚信已对 跟我们做过买卖的人都知道的 就是啊 没那么事 更互犯这次的事情关乎人命 关乎我们茶庄的声誉 我们绝对不会草率的 毕竟责任 请你们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而且一定会负责到底 我们会给所有的顾客 一个满意 一个合理的交代的 那负责啊 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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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快怎么做的 谢谢 坐坐 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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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ドリ 这件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安抚他们 让他们先走了 人群也散了 我看今天生意也别做了 再这么下去 我也不知道茶庄 还能不能再经营 二少爷 你何必说这种丧气话呢 所谓传道桥头自然直吗 我也希望是这样 我已经叫陈掌柜 把所有的天狱都收起来了 应该没人敢再买 对了 这一两天 你记得把喝出毛病的天狱鹿 拿去检验一下 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知道了 二少爷 虽然我的头皮被砸破了 可是我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很好 天赐 这一次你干得很好 谢谢松原社长 你们先谈吧 你们先谈吧 总算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栽培 我准备让青木到衙门去一场 叫他去衙门 你把这些人给你捐出来了 刚才你捐出来了 这一天 你捐出来了 我准备到这一年 你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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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捐出来了 你捐出来了 你捐出来了 是他们群龙无首 那个时候 可就是你出手的大好时机了 懂吗 是 天羽 天羽 你怎么了 我们茶中的天羽鹿喝死人了 天羽 你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一大早有人抬官抗议 说是喝了我们的天羽鹿丧命 怎么会这样呢 我真的不知道 最近茶庄发生了太多事 我多快无力招架了 怎么可能呢 天羽鹿是你跟姓辉的心血 你们两个花精细色研制出来 怎么可能喝死人呢 会不会是那个人 之前吃了什么东西中了毒 把责任退在茶庄身上 不管怎么样 对方确实是喝了我们的天羽鹿 才死人呢 就算最后查出原因 不关天羽鹿的事情 你想 以后还有人敢再买我们家的天羽鹿吗 而且要是查不出什么原因的话 桑家去告我们 爹现在虽然不管事了 但是名义上他还是茶庄的负责任 官府一定会把爹抓去问话 以爹现在的身体 他根本受不了这个折腾 爹现在应该不知道吧 这种事明天一定要见报呢 我已经吩咐老吴 千万没把报纸送进来 我也告诉大家 一定要瞒住爹这件事 现在能瞒多久 算多久了 天羽 只要我们相信天羽鹿没有问题 我们就不用怕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一起面对问题 玉琪 来 谢谢你 吴天赐 天赐 你回来了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我当然高兴了 因为不久我就要成为日本商社 中国分社的社长夫人了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你看 宣河天玉路致人死的报道 篇幅那么大 客户都已经要求退货了 我看他们还怎么死撑下去 天赐 你真聪明 派人在天玉路里面加了老水药 他们还以为是制作出了问题 这件事 一下子就抓住了赵家的脖子 以后什么时候让他们毕命 就你一句话了 我真想现在就看看 他赵如海和赵天玉父子的嘴脸 天赐 娘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我叫你说 娘 娘 我说 生意场上的事您老人家就不要插手了 你怎么能那么做呢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生意场上本来就是如此 要生存就要心狠手辣 就不能有妇人之人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啊 为了生存 为了赚钱 为了报复 就可以不择手段 就可以没有人性 娘 那 赵如海他曾经是帮咱们出国外公的那份钱 不过这份钱 我可以十倍 二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还给他 你要是让我收手 我笨不到 那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因为你的私心 而牺牲的人呢 他欠谁的了 凭什么白白赔上自己的性命 那只能算他倒霉 我 父母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冷酷无情 娘 您重情重义 为了帮赵家打我 我不怪你 你和那个沈玉琪都是一样 都帮着赵家父子 都反对我 没关系 我一定会把这笔账 记在他们的头上 我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还 我要让他们尝尝 什么叫痛不欲生 我要让他们尝尝 什么叫痛不欲生的滋味 天赐 不可以 你到官府自首吧 去官府自首 不可能的 天赐 当娘求求你 好好救生自己的过错 不要再造孽了 好吗 说来说去 你都是帮着赵如海 娘 我可是你亲生的儿子 但赵如海不过是个外人吧 不 不 不 难道在她的心目中 赵如海 比我这个儿子还重要 好 还在想那件事啊 好 天赐 你说 伯母为什么那么关心赵如海 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出钱 帮你埋葬过你外公 那伯母不至于那么激动 甚至能和你母子反目成仇 也要救他 我就觉得这是很蹊跷 你说 伯母会不会和赵如海 会不会 他们之间不只是恩人那么简单 每当我提起赵家的时候 尤其是赵如海 我娘都会显得极为关心 我说要向赵家复仇 我娘是十分的激动 这次还打了我 从小到大 我娘对我疼爱有加 无论我做错什么 都很少骂我 更别说打我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伯母和赵如海 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娘从小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提过赵家 我根本不知道赵如海这号人物 天赵如海 你娘有没有提过你爹 我爹 你亲生的爹 没有 她没有提过 不过我娘 不过我娘 从我小的时候好像跟我说过 但她总是含糊其词 随随便便把这个话就带过去了 我总觉得我爹对不起我娘 所以我没有提过这事 主要是怕我娘伤心 那就有可能了 有什么可能 也许赵如海 是你的亲爹 不可能 你不要胡乱猜测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娘对赵如海的态度 很难让人不往这方面去想啊 不会的 赵如海他不会是我的亲爹 我记得你对我说过 你娘很年轻的时候 就带发修行 你娘是怎么认识你爹的 你爹是谁 他又在哪儿呢 你娘再恨你爹 他毕竟是你爹呀 这么多年来 不可能一个字也没有 一句话也不提吧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他们俩的关系不可告人 一旦公主于世 就会引来轩然大波 不得已之下 你娘才会告诉所有人 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么多年来 老实说我娘真的没有提到过 其他的男人 只有赵如海 那就对了 你娘和赵如海的关系 非比寻常 不然伯母就不会那么紧张 不会那么害怕 你伤害他的利益 赵如海 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也许我们都猜错了呢 是 如果是他的话 更好 天赐 我和我娘这二十年来吃了多少的苦头 如果他是我爹的话 他欠我和我娘的就更多了 我才有更足的理由 把赵家的产业给夺过来 我既然是他赵如海的儿子 他就不能偏心 把那么多好处都给了赵天宇 我要夺回我应得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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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说 这些年是我对不起他们母子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想尽快地弥补他们 至少在我离开人世之前 能够见到他们原谅我 接受我 爹 您可千万别说这样丧气的话 您看您 身子骨这么硬 肯定会长命百岁的 您放心 您一定会跟李伯母他们团聚 我马上就去办 好 好 刚才我在院子里面听得清清楚楚的 绝对不会有错 大少奶奶 事情就是这样 想不到爹还留了这么一笔风流烂账 这回照下又有好戏看了 好 爹 就是这里 谁呀 玉琪 李伯母 巧媚 你留意他的儿fen 为了 這麼可 做得更输来 他 锦 爹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回去吧 爹 也许他还没准备好要见我 别逼他了 李伯母 伯母 爹他老人家不顾有病在身 他只想跟您见一名 您这么忍心把他拒绝在门外吗 伯母 您把门打开 跟爹见一面吧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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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姑娘 你醒了 老头子快来啊 他醒了 姑娘 你醒了 醒了就好啊 这是哪儿啊 我们家老头子 在山坡下 看见你一个人 晕倒在那儿 就把你带走 你背回来了 不过 是不是我的孩子 你流产了 孩子 没了 我的孩子 我的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没了 为什么 这是我和如海 唯一的骨肉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 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姑娘 你不要太难过 孩子没了 跟你以后再有啊 不可能 再也不可能了 cycle 不可以吗 对我 麻烦了 你干才 拿来 没了如恒 起码 起码你该把孩子留给我 现在孩子也没了 你让我怎么活 怎么活下去 怎么 不哭 不哭 你是谁家的孩子 父母怎么这么狠心 把你留在这儿了 不哭 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 我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让他网松了性命 我不能 我不能 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 让你也网松了性命 父母 父母 把他养育成人 既然 你是老天爷赐给我的 你 就叫李天赐吧 好吗 天赐 原来 天赐不是我的儿子 爹 伯母 你们二位慢慢聊 我 你怎么能把你留在这儿 我都不在这儿 我都不在这儿 你怎么会 我都不在这儿 她是我的儿子 所以我只好讲出来 对不起 当年 我实在是保不住孩子 知道事实 你一定很难过吧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那时候 我一刻都不应该离开你 要是我没离开你 也许 今天全都不一样 过去了 都过去了 你怪我吗 没有 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 是我自己没有那个福分 留在你的身边 如果你愿意我 我想见见天子 你要见他 我想 说他做我的意思 不知道你意思如何 这 小梅 给我机会弥补 让我见见天子跟他聊聊 我知道 他不见得肯原谅我 我不怪他 但这一面我非得见 他也不见他 他联想是否 他不见他 我还不见他 我看他 天赐帮他做事 我听天宇提过几次 这个日本人 这个人做生意 不择手段 心狠手辣 天赐怎么会帮他做事 我不知道天赐 对茶叶的生意也有兴趣 要是他愿意 让他到赵家茶园来做事吧 跟着这个日本人 就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说不定还会让人家白白利用 如海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万一有一天天赐 做出对赵家不利的事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原谅天赐呢 天赐 做了什么事 没 没有 我是说万一 毕竟都是做茶叶生意的 还是对手 你想的太多了 就算真有那么一天 我相信也不会是天赐的本意的 请 社长 您慢走 您慢走 天赐 娘 您怎么把他带这儿来了 别怪你娘 是我求他让我接你 不认识 我想跟你谈一谈 行吗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天赐 看在娘的面上 跟你赵伯伯谈一次吧 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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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过爹不能说 您喝点汤吧 你们全都知道是不是 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哪个是赵如海 在下就是 大栋 是 你们干什么 走 他只是一个老人 你要对付就对付我吧 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任何事 何必要赎罪呢 我 他就是 我 是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